我一向喜歡車大家就知道 很多車我都買了 因為我不在那個地方放這麼多車 但有兩輛車買了幾十年都沒有賣過 一輛就是這輛Fiat 500 另外一輛就是黃色的Rose Royce Carnage 兩輛都是為何會保存呢 加黃色的Rose Royce Carnage 我結婚送給太太的結婚禮物 這輛Fiat 500 我和太太很多時候去意大利玩 每年都一次去歐洲 她很喜歡這輛Fiat 500 我說你為何喜歡這輛車 她說是新的 我可以自己開 不用司機開 我去近近買東西 加上一些酸檔玩具 我買了一輛 二十多年前我買了一輛Fiat 500 我不會常用的 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沒有冷氣 平時香港沒有冷氣的車很難開 第二件事 其實車子沒有力氣的 走得很快 最快的 平路來的 我看都是六十多公里 其實如果真的開外 過隧道 那是不夠速度的 上斜路更加 要一波走 在市區開就還可以 譬如我一住在九龍堂 我有時開去九龍城買東西 那就很方便了 還要不要熱 不要熱 拍位是易拍 所以用機會不多 還有買回來之後 太太很少用 因為這輛車不是自動波 她都會開的 不過她覺得難開 因為這些車的入球 很多時候要雙重 那時候的球不是那麼聰明 如果交通不塞車的話 我常常開手轉球 尤其是我以前開保時捷 Ferrari的時候 當然是手轉球 好像一輛車 好聽我話 我自己身體一部份 這輛車就辛苦一點 因為不太能力 和波相不太好 不過到頭來 現在來說 一定是開車是自動波 不怕塞車 冷氣很好 車不要擋 車不要吵 那時候那些 對汽車的熱情 那些要好好玩 好好力 好聽自己洗 那些日子過了 不過都很懷念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遠望這輛車 他們不覺得是車 他們以為是玩具 只是當作玩具 都很好 另外有一件事 雖然沒有冷氣 但車看到是 有個軟盆頂 開了一個盆頂 所以如果不是太熱的話 那輛車不塞車 都可以的 開了一個盆頂 我覺得都很舒服 有四個男孫 剛回來的時候 訂了四個男孫 在車裏面 每個人都伸了頭 在車頂上 鬼咬不吵 平時都用的機會不多 不過 太太喜歡 就送禮物給她 也都要不太貴 我這裏恭喜 車主五百旗的紀念 就好 你們